这具尸体是一个黑帮老大的 他在六年前被枪杀 随后尸沉大海 直到今天才被冲到沙滩上 嫌疑人已经基本确定 只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 而找证据的任务就要交给骨头 卷毛担心卷入黑帮斗争 打起退堂鼓 所长提醒他 不要忘记入职时的宣誓 作为一名刑事人类学家 辅助FBI打击犯罪是应尽职责 刚说到FBI 神探就来了 跟他一起的是同事大壮 达兆负责这起黑帮仇杀案的调查 当然神探也不会闲着 他还有别的案子要办 他拉着骨头来到一个养狗场 这里有一具更惨不忍睹的尸体 在等他们 死者是女性 年龄在20岁左右 除了肉身被狗分时 眼睛也被人挖走 这让骨头想起几年前的一名死者 也是个女孩 死时只有17岁 一样被挖去双眼 一样死状凄惨 嫌疑人基本确认 是个外表文弱的变态 可惜证据不足 检方并没有起诉他 这桩未接的案子 一直让神探耿耿于怀 而当下这起案子 很有可能又是变态干的 骨头冲控接了个电话 是他网友打来的 让他不要忘记晚上的约会 神探听说骨头要跟陌生男子约会 好像是吃醋了 开始对他冷嘲热讽 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骨头下班后来到约会地点 再次接到网友电话 对方说堵车了 可能要晚一点到 骨头表示体量 刚要挂电话 突发情况来了 路过车辆向他开枪 不过枪法不准 只是打碎了创电橱窗 经常触摸于凶暗一线的骨头 这次终于被包袱了 骨头大难不死 回到研究所 尽全力研究手头的两具尸体 因为要杀他的人 一定在这两起案子的凶手中 至于目的就是阻碍调查 如果骨头死了 案子就破不了了 案子破不了 他就可以继续逍遥法外 神探赶来 劝骨头停止调查 再找个地方躲起来 骨头不同意 他认为只有查出凶手 才能永绝后患 神探拗不过他 做起他的贴身保镖 准备24小时守在他身边 知道要杀骨头的人 被缉拿归案 神探想到当晚 跟骨头约会的网友 只有他知道骨头当时的位置 认为他嫌疑很大 于是传坏了他 这是骨头第一次亲眼见到网友 没想到对方是个高富帅 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网友说出自己的不在场证据 证据充分 枪手应该不是他 他临走的时候 向骨头再次发出约会邀请 骨头当然很乐意 但要等他救出枪手后再约 被狗分食的死者身份已经确认 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 神探一定很在意这件事 因为是他在前几年释放了凶手 大学生遇害案 与黑帮仇杀案同步进行 都到了确认凶器的环节 黑帮老大是被枪打死的 只要模拟出弹道轨迹 就能确定枪的型号 这对抓住凶手至关重要 女大学生是被狗咬死的 但身上有多处刀伤 基本可以确定是瑞士军刀造成的 她眼眶上的伤痕很特别 像是刀伤 但又很不规则 应该是一种特殊工具造成的 凶手就是用这种工具 挖出死者的眼球 神探要回FBI 骨头必须跟他一起回去 同时大壮带来消息 说一个黑道家族 知道骨头在查黑帮老大的案子 已经盯上他了 这个家族的杀手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 如果想杀骨头 骨头一定活不了 所以他希望骨头能退出此案 骨头问大壮怎么知道这件事 大壮说他曾在这个家族卧底两年 骨头不认为当晚开枪的人 一定来自这个家族 毕竟他手头有两起凶杀案 枪手是神探所说的文弱变态也说不定 变态跟黑帮家族一样 不希望骨头的调查令自己暴露 所以想杀人灭口 这个解释也合理 就在这时 骨头接到选毛的电话 咬死女大学生的狗 分辨上有寄生虫虫卵 这种寄生虫来自牛肝 应该是凶手用牛肝吸引来流浪狗 流浪狗先吃了牛肝 又吃了女大学生 所以只要能在变态家找到寄生虫 就能确定他是凶手 于是神探带着骨头去到变态家 骨头刚一进门 就注意到桌子上的瑞士军刀 死者身上的伤痕正好来自瑞士军刀 他打开军刀 发现上面并没有使用痕迹 至少能说明这把不是凶器 神探发现变态家里有很多钥匙 感觉有线索可挖 想要把他们全部带回FBI 变态不同意 于是他跟钥匙一起被带回FBI 神探给他看死者照片 他装作不想看 但还是下意识瞥了几眼 血腥的场面令他感到兴奋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甚至反咬神探一口 是神探对几年前的那起谋杀案 耿耿于怀 因此冤枉好人 骨头站在外面看着变态的表现 认为对方智商很高 那把不是凶器的瑞士军刀 一定是他故意摆在显眼位置 这样就可以混淆视听 大壮将黑帮老大手下的资料 集合在一起交给骨头 骨头认为这对查出凶手很有帮助 因为做完弹道模拟 就可以判断出枪的型号和凶手身高了 到时候再做对照 就可以锁定嫌疑人 大壮对此表示惊讶 他没想到骨头竟然这么厉害 变态走了 他的钥匙也只能被扣留18小时 神探去求助所长 希望能得到这个考古学家的帮助 所长看到变态家的陈设 说是一种阵法 这种阵法可以给人力量 在这种经济心理暗示下 变态会很自信 因此才让神探进门搜查 他是右撇子 他书桌上的右手边 一定放着他的力量支援 很可能就是作案凶器 另一边 骨头还在跟他的组员们 跟进两起谋杀案 挖走女大学生眼球的凶器还没有找到 但黑帮老大的案子又进展 死者脚上浇灌的水泥 来自一家由黑帮控股的建材公司 大壮将建材公司老板传唤至FBI 老板看上去很放松 或许他就是杀死黑帮老大的幕后黑手 但是他心里素质高 解放打来电话 说变态要来取钥匙了 大概半小时之后到 骨头想到钥匙上有锯齿 认为钥匙就是挖走死者眼球的凶器 于是让法务人员将钥匙逐一拍照发给小白 如果钥匙的锯齿与死者眼眶上的齿痕对得上 就能证明变态是凶手 晚上的时候 神探跟骨头回了家 说好是24小时保护 所以晚上也要在一起 神探提出听音乐 放了一首很好听的爵士 骨头被音乐带动 解放了天性 两人一时间玩得很嗨 神探没有把自己当客人 自己去拿饮料 一开冰箱门 冰箱爆炸了 他被弹出五六米远 万幸的是 他并没有死 只是身上多处骨折骨裂 想拿个布丁都拿不到 大壮走进来 对神探说垃圾 之后接管了骨头 他将贴身保护骨头 直到神探出院 他们回到研究所 看着大美为单道轨迹 做技术渲染 这样做的目的是确认子弹型号 型号一旦确认 意味着他们离查出凶手又进一步 卷毛也带来好消息 冰箱炸弹中的填充物 来自那个任职的化工厂 这就意味着变态就是凶手 大壮带人闯进变态家 人不在 但找到一张地图 地图标记了下一个作案地点 为了不再让无辜的人丧命 他们决定去那里制止变态 另一边 卷毛到医院看神探 跟神探说 钥匙已经对上了 变态就是杀害女大学生的凶手 同时也是他制造了爆炸 但也有疑点 看变态的样子 他并不像搞爆炸的人 神探也觉得整件事太巧合了 一定有古怪 卷毛随即说起一宗历史事件 美国黑帮联合中情局 搞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 神探听到这里 竟决大事不好 怨也不住了 要去救骨头 此时的骨头 已经被枪指着头 原来杀死黑帮老大的人 就是大壮 他在坐卧底的时候 被黑帮家族买通 变成了双面间谍 帮这个家族做了不少脏活 而那个变态 已经被他干掉 他现在正被杀了骨头 再把骨头的死 嫁祸给变态 骨头一死 对黑帮老大的死亡调查 就会终止 他也可以全身而退 可他千算万算 还是没算到 神探真的是神探 竟然可以洞察他的阴谋 就在骨头要遇害时 神探及时出现 一枪打死了大壮 就这样 两起谋杀案的凶手都死了 神探重新出回医院 骨头陪了一会儿床 接到网友电话 准备抛下神探去约会 神探很想挽留 可是忍住没说 他打开电视 看到电视上的亲密画面 闹不出骨头今晚要做的事 心里一阵沮丧 最终骨头流了下来 在高富帅网友和神探间 他选择了后者 毕竟他们是过命的交情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 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停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